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协和医院位于西区 医院的2至15楼已经变成隔离病房 用于接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 医院有严格的规定 任何物品包括摄影机都不能带入病房 当进去隔离病房的时候 医护人员都要穿上两层的保护衣物 手套、鞋套、面罩和木镜 我的脸都破了 对,里面都是水泡 不然的话我这样没法带太吞了 我们的摄制组说服了医院的职员 允许我们带一台GoPro进入病房 当我们拍摄完之后 GoPro需要消毒成人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 每间工作六个小时 期间他们不可以饮食 甚至不可以去洗手间 林大哥我们用了那个纸要布 今天没穿 平时有穿是吗 有 对 对 那如果想做什么 那就只能治愈 治愈 治愈 怎么样 唐医生已经两个礼拜 没有回家了 我刚刚给那个 那边上了一个尿管 然后把那个操作了第三层手 好 医生表示不少病人需要特别照顾 慢慢出现这个痒 痒气不足 那么它的意识就比较感慨 那么会有一些痘瘫 或者做一些无意识的活动 这时候你在上评医院里 或者做一些治疗的时候 你就会取得很深的 病房的零声不绝 护士不断走来走去 照顾一个又一个病人 而护士朱佩佩的其中一项职责 是为病人换料片 这些医护人员下班后 要留在酒店 远离刺激的家人 朱护士都要和她三岁的女儿分离 我两个礼拜 非常好 晚上下班很晚 我再想要自己做 她已经睡了 经过六个小时的工作 唐医生终于可以脱下她的装备 她的身体出现了红尘 你工作的时候一直在忙 也顾不上 感觉没那么严 洗完了以后 把衣服脱完以后 那有多久会消吗 可能要休息 六到八个小时吧 医护人员面对不知何时可以完结的压力 但唐医生仍然落魂 我说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 然后灾难恐惧疾病 这些都跳出来 然后但是这个盒子里面最后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看西法神话里面说的就是希望 只要希望还在 那么之前的时候这些都不会一直 医护人员的努力 为武汉支持这次疫情 提供了希望 感谢观看